大家好,想分享关于花香翻盖 或者是香花翻盖这个意思 这个佛教书语供大家参考 花香翻盖在《生解诈经》经文里有多页的提到 什么是花香呢? 花香其实就是花 就是花草树木这个花 再加香的意思 就是只供养在佛前的花和香 在古代花就是玫瑰花 花草树木这个花是不叫花 就是我们现在用了草字边 再加一个花字在下面这个字古时候是不用的 古时候如果想说花草树木这个花这个意思 这个写法那怎么写呢? 在古时候是用华人这个华字来写的 在古时候华人这个华字是念花 意思是我们现在所明白这个花草树木这个花字的 翻盖就是翻再加宝盖 要解释什么是翻的时候 我们要先解释跟翻很相像的 很相似的就是床这个字 床跟翻是同类的 翻是变形的 而床是圆形的 而床是圆形的 这是他们的分别 在古时候 在古时候 寺院讲经说法是用床做讯号的 如果我们看到佛经寺院外面挂了床 就是圆形的一个像旗那样的东西 那就是代表今天佛院有讲经说法 如果那天我们看到 寺院外面是挂了帆扁形的这个像旗这样的东西 那就是代表了今天佛教寺院里面有提倡共修这个机会 因为古时候是没有法子可以通知大众 因为没有邮政 没有报纸 又不能登堂广告 也没有广播 没有这些资讯 那要怎么告诉大家 大众今天佛堂有什么活动呢 今天是有讲经说法呢 还是今天是共修的活动呢 所以就变成要挂一些东西来 通知大家今天佛寺院到底有什么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不同挂的东西在佛寺院外面 这样大家就知道今天有什么活动在里面了 所以就用了帆和床来做讯号 通知大家今天到场有什么活动 如果在寺院前有旗杆 就是挂床圆形的旗帜 外面的人看了就知道 今天室内有讲经 所以如果喜欢听经的人就可以今天进来听经 所以说法床高树就是代表讲经的殊胜 如果我们看到寺院外面是挂扁形的帆 那我们就知道如果喜欢大家一起共修的人呢 今天就可以进室内一起大家共修了 这个盖就是宝盖的意思 悬在佛像的顶上只称为宝盖 那么我生且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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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